主赛犯黄毅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2赛季中国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场联赛第五轮的最后一场较量 山东泰山对阵大连人 这场比赛又加成为您送上直播评述 本场比赛山东泰山的依然是 看看中国有机会胸部一停 可雷桑的大门 这个球打飞了 可雷桑在空中展现 比赛前22分钟山东泰山的控球率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又是脚球 孙准浩 右脚开起来前点 投球蹭了一下中路 这个接力没有打上 还有机会再射 来自王同的射门 手打飞了 莫伊赛斯 可雷桑 左侧往中间带 可雷桑把球带出来 远远要打远射了 有一个变线 这球变线之后正好到了张冲的怀里 克雷桑啊 边路孙准浩 左脚的传终球打后点 有机会 头就点下来 刘冰冰跟进停 调整 再回座 远远的远射 这球打偏了 莱斯莫伊赛斯 刘冰冰这次 赵建摩是可以上来打这个前锋的 进行到回座 孙准浩再往左侧转 找菲莱尼 菲莱尼同球顶到了 漂亮 又是菲莱尼 菲莱尼扛住对方的发尔路员 同球掉射得分 完全不将理的进球 山东泰山的取胜法宝 菲莱尼又一次进球了 这是他本赛季 第二个联赛进球 都是来自于投球 没有太多的复杂战术 就是孙准浩直接起球 连线菲莱尼 对那两个外援的连线 这个球菲莱尼 顶的球速也不是特别快 但是球很转 而且弧线很大 正好是越过了张冲 顶下了球门的远角 山东泰山取得1-0领先 狂攻之后 终于是收获了进球 这个球后点 在对抗菲莱尼的是 董延峰 还有王震奥 这个身体差距太明显了 张冲 这上头就一蹭 莫伊赛斯面对出击的门将 掉门 2-0 张冲这一次选择出击 出了点问题 把空门露给了莫伊赛斯 莫伊赛斯连续两场比赛进球 这个球张冲出来 这个选择可能是有问题的 莫伊赛斯面对出击的门将 很冷静 左脚掉射 圆角得分 2-0 陈东泰山还是杀死了比赛悬念 上一场比赛 莫伊赛斯也是得益于对方门将的失误 收获了一个进球赛来看 莫伊赛斯投球一蹭 这个球呢 莫伊赛斯也是完成了助攻 很简单 王大雷的一传 然后投球一点下来之后打进 上一场比赛对于长城压太 有一个很类似的情况出现 非常简单 就是靠高点 王大雷刚才做出了一次关键的扑就 莫伊赛斯抢下来 再挑过来 有机会 进去里边 齐天宇的试门 3-0 齐天宇替补上场也收获了进球 莫伊赛斯这场比赛完成了传摄建功 齐天宇也做了果拿走庆祝的动作 家中有喜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 没有阅位 没有阅位 莫伊赛斯挑出来之后 齐天宇直接凌空射门把球打进 我必须败了 不管了 没阅位 是什么 我必须败了 我必须败了